而且同一時間 請教一下視聰 一方面美中的這個冷戰 會不會發展成熱戰 外界正在觀察當中 可是這個兩個霸權 打得如火如土的同時 金融市場事實上也是普天同慶 那昨天是接連幾天 入股港股大漲 那美股事實上核心的指標是 那斯特克漲翻天 漲到歷史新高 所以全世界在這一輪過後 很大的核心 仍然是超級的獨角獸的高科技 那引領世界風潮 應該這樣說 中美之間的對抗 表面上的軍事 或是說圍堵 這是表面上的戰爭 這是我們看得到的 但是其實真正的戰爭 是兩個戰爭 一個叫做科技的戰爭 一個叫做金融的戰爭 科技的戰爭很簡單 任何的高科技武器 全部都需要科技 所以如果美國在科技業上面 能夠壓制中國大陸的話 未來他一定會贏 那很簡單我們從股市來看 那斯特克的股市 比中國大陸的股市更強啊 他創的歷史新高啊 所以從科技的成分來講的話 那美國絕對還是霸中子霸足 你看他們前四大市值的公司 包括說蘋果 微軟 亞馬遜 還有Google 四家公司市值全部都突破 1兆美金 甚至蘋果的市值是1.6兆美金 這如果換算成這個GDP的話 他已經是全人類前十大GDP的國家了 這個規模 所以其實美國不只是美國的強大 不只是美國自己本身強大 他的科技公司的強大 這才是美國最高的這個競爭力 那包括最近很多股票 特斯拉 你看特斯拉一家 一年才賣不到這個幾萬輛的車子 他市值居然贏過豐田 豐田人家一年賣了1000多萬輛 他一年還賣不到50萬輛 他現在一股1300多塊美金 美金 他整個市值已經2000多億美金 那你知道這個就是美國的力量 另外還有Netflix 網飛 亞馬遜等等 你看最近股價全部都在創新高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恐怕還是美國科技說了算 那我們的台積電最近也創新高 包括在這個美國的ADR創新高 為什麼創新高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搭上美國的列車 我們最近呢 我們已經去中化的差不多了 這個華為 我們大概都已經完全切割乾淨了 那台積電未來也要擁抱美國 他還要到美國去設廠啊 所以在美國的這個帶動之下 你看他股價創的歷史新高 所以告訴你什麼 在未來的世界裡 中美兩個國家 他們在科技要展開一個新的較量 中國到這幾天大漲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什麼股票漲最多 科技股漲最多 為什麼他科技股漲最多 他知道啊 我未來跟美國對抗 我只要把這些科技股拉起來啊 所以你看最近呢 什麼中興漲了很多啊 然後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 他們最近很多半導體股票 趁機出來這邊撈錢啊 他今年已經撈了1440億人民幣 那為了做什麼 為了發展我的半導體嘛 所以很顯然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科技戰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心 另外一個就是金融戰 為什麼金融戰很重要 大家知道美元為什麼那麼強 因為大家都在買我美國的投資市場嘛 對不對 所以我讓這個股票 市值在往上撐大的時候 不只讓我美國的國力更加強大 全世界要我美金要我的更多 所以我可以維持我的強勢地位 中國當然現在也很想把他的金融市場搞大啊 所以你看 他們最近一直在拼命做多做多 把股市做做多做多 但是無奈呢 他的規模跟美國實在相差太多 所以如果就 這個未來的科技跟金融戰來看的話 其實中國 美國方面來說的話 還是佔據有非常大領先地位 好我們稍後回來